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1 2 3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乔林日志 今天乔林日志要带大家来新加坡吃美食 就是台湾的餐厅在新加坡 然后这间餐厅叫一星一艇 这个字念艇不是丁 然后它在多美哥、明古连 还有Little India的MRT 这三角区块的正中央 那旁边是SMU大学、管理大学这样子 然后从管理大学走过来 其实也蛮方便的 大概走路10分钟到15分钟的一个路程 然后走到这一条路之后 你要注意左手边有一个红色的建筑物 然后我们就是要去这一栋啦 OK 它的地址呢 在Celligy Road的1-1号 然后这一栋红色的建筑物就是啦 这一栋建筑物叫做GRID大楼 然后这间餐厅叫做一星一艇 那我们这就带大家进去尝尝先吧 Let's go OK 好 我刚在等朋友的过程中呢 拍了一下他们在做饮料的一些制作过程 发现他们饮料其实选择还蛮多种的喔 像是台湾的珍珠奶茶、奶茶系列、绿茶、红茶这些饮料都有 然后它饮料是一杯一杯卖的 所以你也可以在这边选择喝饮料跟朋友聊天 或者来这边吃饭都可以喔 然后我做了一下功课 它这边的滷肉饭是必点的一个料理 所以等一下可能会跟朋友一起点滷肉饭来吃吃看吧 然后吃完再跟大家说好不好吃 OK 我们进来了 一样一起期间呢 我们进来餐厅呢都要扫QR Code 然后要有打疫苗喔 然后我们都有打三针了 然后我们今天两个人来这家店吃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餐厅整个的一个装潢 漂不漂亮 我觉得它整个柱子啊 还有天花板是以红色钢梁结构为主 然后我觉得有点中国化的感觉 然后还蛮不错的 然后它椅子呢是这种就是木制的桌椅 还蛮不错的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菜单 它菜单台湾的一些就是乡间料理 路边夜市料理的你想得到的几乎都有 那我们今天会主要想点的是卤肉饭 卤肉饭除了有一颗就是蛋之外呢 它还会给你一个荷包蛋 所以就这样两个蛋 所以两个蛋一个是卤蛋一个是荷包蛋 然后这是必点的料理 所以推荐给大家 好我们的乳酪饭来了 好感动哦 马上想哭的感觉 然后你看它的乳酪饭 看起来闻起来就很香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荷包蛋 那我们这一次还有点就是台湾啤酒 那台湾啤酒是这种玻璃的 不是那种铁罐的 我就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样乳酪饭这样一个set呢 这样子是新币10块钱 然后给大家做参考咯 OK好的 接下来跟他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餐具 他们家的餐具 汤匙盘子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们家还有湿纸巾跟面纸给大家选择 然后湿纸巾如果你不要使用的话 可以退回去给柜台哦 我现在吃的是他们家的月亮虾饼 月亮香饼呢 他们有切这样一片一片的方便大家夹起来吃 那里面有包满满的虾子 然后再加他们的那个小小微辣的辣椒酱 非常好吃我也给8分给大家做参考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咸酥鸡 它是一个set 然后它有你可以单纯点咸酥鸡 单纯点他们甜不辣 然后这是咸酥鸡跟甜不辣的组合 这样一套是12块钱 然后我觉得满满的两个人吃很饱 然后月亮虾饼是这样圆圆的 它大概切8片到10片吧 对啊 然后再给大家做参考 咸酥鸡的话我本身呢 我会给9.5分 因为我觉得还蛮怀念的 然后它的甜不辣 我觉得有点逊一筹 对 之前在其他地方吃还蛮好吃的 它的甜不辣的口感 嗯 我觉得还可以啦 可是不会想象的那种脆 然后有那种鱼的味道很多 它没有 然后咸酥鸡外面的皮跟肉 整个肉汁水分都掌握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滷肉饭呢 我自己会给9.5分 它的滷肉饭是偏甜那边的滷肉饭 可能是台南风味的滷肉饭吧 如果以这样形容的来讲的话 它滷肉饭还会给一颗滷蛋 然后滷蛋我觉得蛮干的 然后外面是有点油油湿湿的 里面是蛮干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就是切一半 然后跟那个滷肉饭混在一起 那它旁边还有给一些就是干菜 然后这个是在之前我在那个贾上瓦的 另外一家台湾的滷肉饭店 它是没有的 所以这间店还就是对我 我觉得还蛮新奇特别的 然后整体来讲 会给9.5分给大家做参考 然后这是这间店外面的样子 对面就是我们上次呢 有拍过F&L酒吧的地方 大家知道有还记得吗 对那给大家做参考咯 以上 OK好了我们现在吃完了 要去走走了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附近一栋 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屋 最近很有名 它是叫10th grade 它是一个卖汽车的一个自动贩卖机 哦没有想到汽车可以用自动贩卖机来贩卖吧 而且它20层楼高 它位在西里基罗跟Short Street这个孔呢 为什么介绍这个孔呢 这孔呢非常具有历史意义 在1930年代是老虎万金油 虎标万金油的建筑物 然后贩卖他们的TigerVang的一个万金油专利药品 然后它也是药楼药房看医生的一个地方 所以新加坡当时很多人会来这边看医生拿病 然后抓药 然后你头痛啊身体痛啊都可以来这里看 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被UOB买去 然后变成UOB的建筑物 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变成一个华人的一个茶艺的一个文化学院 专门教人家怎么泡茶 然后最近呢2022年变成这样一个20层楼的一个机械式的贩卖 休闲豪车等等的一种豪华汽车的一个贩卖机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LED的萤幕 你可以播放各种时节、圣诞节、春节等等的一个广告都可以在上面 而且呢它的夜晚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你可以想象吗?它在停满车 而且各个颜色、各个的品牌、各个的车种 有休闲车、跑车、低底盘、高底盘什么都有 那我之前的影片呢也有介绍虎标万金油在新加坡的一个live show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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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